在娱乐圈中能够大红大紫的人比比皆是,而且如果不是一直友好的作品和表现,也很快就会被优胜劣台泯灭于人群中。 所以在娱乐圈中的每一个人或靠演技,或靠亮丽的外形,也或者是靠飞温炒作,来维持自己在娱乐圈的新鲜度,但即便是这样,也有很多人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典型代表,他的名字叫鲍雷,出道已经二十亿年了,但一直也没有遇到能够完全展示自己实力的作品,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代表作品。 也许鲍雷这个名字,也还有点陌生,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公那就是陆毅,陆毅在当下演艺圈的知名度还是非常高的,所以一般在媒体面前,大家都是以陆毅的太太来介绍鲍雷的。 不过呢,这并不太表鲍雷出境率就低了,反观他常常带着孩子们,登上某某杂志封面,在近日鲍雷就更新了一条微博,引来不少的粉丝围观,而随后陆毅更是发微博啰嗦,称要是爸爸再就更加完美了。 鲍雷是东北人,因为上海戏剧学院在哈尔滨的考点就在鲍雷家的楼下,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报了名,出乎意料的是结果被录取了,虽走上演艺之路,开端有些令人啼笑皆非,在鲍雷一直都很努力的学习,成绩也一直很不错,在毕业大戏家中还出演了没表演的角色。 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,鲍雷也是年轻满眉,片约,不断,从他出演第一部作品,韩语之后那五年间,连续参演了十部作品,算得上是一个高产的演员了,到可惜的时候技法力,虽然触到年头不短,参演的作品也不少,但他一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一炮而红的作品。 但是鲍雷并没有利用一些炒作菲文的手段来增加自己的曝光度,他出道了21年来是林菲文的艺人,这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是难门可贵的,个人事业发展平淡,而路易的发展却是如鱼得水。 所以在结婚之后,鲍雷就将生活的重心放到了家庭,相夫叫子,鲍雷和路易的爱情茫芽于大学时代,经历了十余年风风雨雨的考验,他们终于在2006年走入了婚年的殿堂,婚后的生活是平淡中的幸福和温馨。 在鲍雷这位贤内珠的支持下,路易的事业发展更加顺遂,如今在娱乐圈里已经是红的八字,而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发展境遇而有任何变化。 也许因为同行的原因,鲍雷更加能理解丈夫的辛苦与不易,而路易也非常感激妻子默默的支持与付出,两人的感情是更加的逐交此期,他们也成为娱乐圈当之无愧的模范夫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